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男子总是梦到自己前世 还和前世女友相逢的故事 阿聪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和一个叫嘉莹的女仆相恋私奔 俩人约在小树林里 但阿聪在小树林里被一个女人从背后杀死 但阿聪始终不知道是谁杀死了自己 每次被噩梦惊醒 女友阿子都劝他搬家 但阿聪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杀了自己 所以一直坚持不搬家 俩人为此经常发生争吵 阿子建议阿聪干脆去叫人解梦 但阿聪临时有事去了公司 阿子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解梦大师小红 实际上小红就是个装神弄鬼骗钱的骗子 小红说阿子现在的感情有点障碍 他的真命天子不是现在的男友 而是他的某任前男友 这个前男友刚从国外回来 这几天就会出现 原来小红早就被阿子的前任老邦给收买了 迷信了阿子对小红的话信以为真 这天小红差点被阿聪的车撞倒 阿聪看到小红的长相吃了一惊 小红竟然和他梦中的家营 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问对方有没有和自己做过一样的梦 小红却以为他是坏人 阿聪只好作罢 回到家 他立马跟阿子说这件事 阿子却对小红那天说的话耿耿于怀 认定了阿聪不是自己的真命天词 所以不太想理会他 阿聪在桌上发现了小红的名片 于是找到小红 向小红说了自己的梦 小红说他做噩梦是因为前世欠了家营的情债 只要今生把债还了就不会再做噩梦了 既然他们俩人今生没有感情 那就用钱来还债吧 随口就向阿聪要了一万五 但阿聪还想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自己 小红哪里会知道 只好搪塞阿聪一个礼拜之后再来 晚上阿聪因为开会放了女友阿子的鸽子 阿子正生气的时候前男友老邦出现了 这次阿子觉得老邦体贴了许多 阿子想起小红说的话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不就是老邦吗 之后老邦送他回家 还亲了他一口 这一幕被阿聪看见了 在自己家门口被绿 这种事阿聪怎么会人 阿子一回到家 俩人就是一顿吵 还翻起了各自的旧账 阿聪一气之下说了分手 阿子立马转头去找老邦 老邦趁机向阿子表白 但是阿子脑子一片乱 没有答应他的告白 第二天老邦就去阿聪家 说阿子已经和自己在一起了 自己是来帮阿子拿东西的 还把阿聪打了一顿 回去后又在阿子面前博同情 假装自己被阿聪打了一顿 就这样阿聪在阿子心里的形象越来越差 于是答应了老邦的追求 不久俩人就准备举办婚礼 还邀请了小红去参加婚礼 这天小红回家一个被他骗过的人来讨债 幸好阿聪及时救下他 但小红还是受伤晕了过去 昏迷间他梦到自己的前世 他和少爷约好一起私奔 但是一直到最后少爷也没出现 自己还被抓去进了猪笼 念在俩人前世的纠葛 小红告诉阿聪之前的事 都是他编的 还劝他放下前世的执念 这天阿子回到家 发现老邦带女人回家 被捉奸在床的老邦不仅不羞愧 还理直气壮说 这里是他当家做主 让阿子乖乖的当他的太太 自己全当养了一条狗 原来俩人当年分手的时候不太愉快 而且是阿子甩的老邦 老邦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决定将阿子骗回自己身边 然后再对他进行报复 老邦警告阿子 要是让他知道阿子背叛他 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走投无路的阿子找到阿聪 说想回到他身边 阿聪劝他不要三心二意 而且他认定阿子现在 只是想找救生圈 所以拒绝了阿子复合的要求 气急办法的阿子 找到骗他的小红 要不是当初小红说的话 他也不至于落到 今天这副田地 小红说 你完全可以离开男人 独立呀 有手有脚 又念过书 只要能赚到钱 还怕过得不好吗 阿子也觉得 是这么个道理 但他想的却不是自己赚钱 他回到家就打电话 威胁阿聪来见自己 不然他就自杀 小红在一旁听到俩人打电话 这才知道阿子是阿聪的女朋友 于是告诉了阿聪 自己被老邦收买 骗阿子的事 阿聪听完赶紧去到阿子家 然而就在他准备带走阿子的时候 却被阿子从后面用棍子袭击 紧接着阿子用一把刀捅向他 这一瞬间阿聪想起来 前世也是阿子杀的自己 原来阿子已经杀了老邦 现在杀了阿聪就可以伪装成 二人自相残杀 这样他不仅可以得到阿聪的巨额保险 还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阿聪为了弥补上辈子 对家营的愧疚 早就将保险受益人改成了小红 而最后阿子也因杀人被判刑 小红到最后才知道 钱不是万能的 而阿子的遭遇也告诉我们 做人千万不能太迷信 迷信过头 害人害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喝酒 酱